好 好 我們今天是來瞭解一二五六 也就是 錢智陽的名案 現在最重要的是 儘快找到孕婦分屍案的真正兇手 錢智陽遇害之後 你發現什麼 一個有計畫性的殺人魔 不會輕易出手 他所做的每一步 都有勤募地形 錢智陽在生前 根本沒有自殺的動機 他為什麼大費作戰 來殺害自己 如果蟬龍並沒有打算跟我合作 盡快地揪出凶器 明明是周圍的是劍士器 那麼 人犯的事情都被人家看到了 到時候 有更多的魔反犯 你抓也抓不完 隊長 真允時間有限 好 那你說 那位真兇到底要幹什麼 我幫你破案 你幫我洗緣 我 我 幫助罪犯犯 怎麼可能 除非 你們警隊 不小心或無意之間 發現新的證據 並主動提報給檢察官 那麼 你們也許就能夠幫助調查 跟這樣的資料 我還沒答應 我還沒答應你 玻璃讓你先上車厚不掉 我們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我沒有殺錢志揚 而且我認為 凶手至少要兩個人以上 才有辦法弄昏錢志揚 並且把他調到護欄上面 製造自殺的跡象 我本來還寄託錢志揚 能夠為我們洗漏的罪名 逼丟 你 錢志揚是被自殺 那兇手 還在這看守所裡 跑不掉 他好厲害 他好厲害 爸 今天的事 不准泄露出去